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呢 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家的红宝石龙眼 看这种有什么特别吗 这边是我们的 Brown Toki的五花果 很多果已经开始变色了 可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天气 这段都很热都没有下雨 所以我们看 它的椰子有些已经开始凋落 看这边 有好多果 挂在上面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 龙眼 上次来了好多花 可是到最后呢 也是 没有留了几个 这边是我们的五花果园 蘆梨 这边是我们的红宝石龙眼 上次这边 我有做了一些高鸭 这些都还没长根 你看我们的天气 都一直没有下雨了 这边 这边还在留一些小果 好我们看这边 这边的椰子都是这种 红宝石 这边 这边呢 好 好 现在我们会看得清楚一点 就是这边 我们看 这边 这边是红宝石的果 大了一些 这是 这是果的颜色 松小 它就已经有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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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 就会有这种 红宝石的 这种颜色 再看一下 这个 比较小的 它就有 这种 都是 红宝石的颜色 好 这两颗 我种了 已经一年多 然后我们看 有两边 都已经来果 这边长得比较好一些 可是 果就留 那么一点点而已 因为我们这里 这段都很热 所以 能保留 这么多的果 也已经 很难了 所以 大概是 这样子而已 所以 我就是 没有希望的 会有更多了 会有更多了 你看 这边 这样子 好 松 这么小了 它就是 没有变色 可是 大概 到 这么大 颜色 就变了 这么大 颜色 就开始变 好 这里是 还没有变 好 好 这里 是我的手指头 这边 就开始 已经 这样 好 今天我的视频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此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 留 赞留下 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